OK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 第25页 OK首先我们看这个问题他是讲图一图 看看下图藏了什么数目 那么等下你在图这个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有这个三位数的这个号码数目 所以问题是这样 数目的十位近视值是 480的话你就涂蓝色 100亿深又涂红色 那么如果百位近视值是700的话就涂黄色 900的话就涂青色 那么这边有太多的号码 OK其实如果你一个个来这样算的话就比较 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 首先先搞清楚这个 十位近视值我们倒退来做 OK什么是倒退来做比如说现在 OK我现在给这个号码 OK现在比如说我 啊最后的近视值是如果你有看我这个方法的话 OK最后的 这一个 啊 答案呢是480比如说 任何一个号码 啊他的近视值是480我就在这边写一个480在这边 OK现在我已经写了这个是最后那么等下涂蓝色 那么通常老师会 啊 讲哦比如说是 啊这边是十位近视值 哦所以这边是写设备哦 那么你会写的这个号码呢就是就是 啊 是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墙壁是在这边 那么呢这边就是啊 所谓的邻居的这一个 糖果 OK所以这边呢 他有两个 啊方法 好1你就是 啊我们讲加零哦 所以现在我会 在啊重复写一遍哦 比如说现在我再写一写这个一模一样了 所以这边是一个 这样 OK那么这边是480 480 然后呢这边就是 等下我会断定他的号码是什么 这个是邻居的糖果 这边是加1 OK有两个这一个 情况会发生的就是一个加0一个加1 如果你还记得我在讲什么的话就是这个之前 我有交过近视值哦 那么如果 这个呢 是 啊如果是号码是 0 0到4的话 OK这边是可以讲0到4哦 他就会加0哦 OK如果你再看到一遍的话 如果0到4 0到4这边就是加0就是这一个 如果是 5到9的话 5到9他就是加1 就是这边哦 OK OK所以现在是这样哦 你这个号码要填什么呢 就是答案是你要填这个7哦 因为7加1才得到8嘛 然后这个呢就是要填号码8 然后这个就是填4哦 填4 OK什么意思呢 就说如果我现在 这个号码 我要变成480的话 480啊而且又是守卫近视值哦 这个是守卫近视值这个也是守卫来的 这个也是守卫近视值来的 如果是我要 他的答案是480的话 那么我会有很多号码 如果我这样看的话 其实是号码是什么呢 475 476 477 478 479 然后480 481 482 483 484 那么这一组的号码呢就可以给到我答案是480哦 因为你在这一组号码实在太多了 所以讲断定的就是 啊换句话说呢就是 你这个的答案呢一定是在 475 到 484 OK这个呢就是答案了那么 你在这个 啊 你在这一边呢你找到如果是答案是475 到484的话 你就要涂蓝色了 OK就是这样 所以这题啊可能比较难一点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 其他号码 OK比如说现在我已经我直接简单化这样做 哦 那么现在 啊十位近视值 那么这边是110哦 那么 十位 就在这边哦 所以这边是一道墙壁 这个是那个 啊 这个给你的糖果 那么还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加零哦 所以我现在这个顺便我再重复写多一遍 跟他一模一样了 所以这个我再 放上一点了 可能好好让你方便看哦 所以这边也是这样 这个是110 然后这边是 加一的情况哦 因为两个情况出现了 OK这边呢 加零的就是 啊你零到 4哦 这边呢就是 5到9 OK然后这边呢 十位近视值来的 什么东西 加零得到1那么这边肯定得到1哦 那么这边就是零哦 OK所以号码我也写为这个是1 这个是1哦 所以换句话说呢 105 到114哦 就是那个答案哦 所以这边呢我就是 啊 这样做 那么肯定是 105先哦 105 105 直到 114哦 那么都是 如果你在 这边呢找到那个号码是105到114呢你就要涂红色 OK就是这样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啊这个 第3题哦 OK第3题是这样哦那么 啊 百位近视值哦 这个是百位近视值 如果这个是 啊 700的话 OK现在700我这样写 这边是700 然后是百位近视值哦 个 100哦 所以百在这边 那么这个是一道墙壁 这个是那个号码哦 所以呢这边就是 啊 OK有两个情况出现了一个是加1 一个是加零哦那么我会在 啊重写了一遍哦 OK我再这个过去一点哦 OK这个同样的 这边是这样 那么这边是700哦 OK跟他过来一点哦 OK700 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加零的情况出现 这个 OK因为加零所以号码一定是零到 啊这边是4哦 那么这边呢就是 啊 5到9哦 OK这边要填了就是6加1得到7 这边是7加0得到7哦 所以呢 这边 没有号码要填哦 OK OK难就难在这边哦现在你要断定这个号码是什么 OK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这边呢 就是0到9什么号码都可以哦 应该呢我们已经在这边解决了一些东西哦 所以这边呢也是0到9 OK换句话说呢你要讲看呢 就是 6 650 650哦 OK650是最小的号码 然后到 749哦 是最大的号码 啊 650哦 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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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小的哦 然后到 749哦 749是最大的 就是这样哦 OK OK同样的方法也是一样 给他们就看这个 900这一个哦 所以呢现在我们900这边这样写 那么呢这个是 百位定市值哦 OK这边可能你看不到我我再拉上一点 OK 这边是 百位定市值 这个是900 个十百所以这边 这样写哦 这个是墙壁 这个是邻居哦 然后这个有两个情况出现我先写这个加一哦 那么这个啊我只是照写罢了哦 OK这边可以吗 OK这边我就过来一点哦 这个是900的 OK OK这边是 百位定市值 同样的方法 这边是900哦 我只是照写罢了哦 那么这边是加零哦 OK如果看回这样的话 这边号码是要放8哦 那么这边号码是要放9 OK加零的就是零到 4哦 加一的就是5到 9 OK这个号码是可以放零到9哦任何一个号码 这个呢零到 9哦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 最小的号码 一定是8 5 0哦 那么最大的号码呢就是 9 49哦 所以通常我们是 OK如果你不是明白的话就是这样哦 我会看 这个8 这个8哦 5 0 然后到 9 49哦 这个看是最小的这个是看是最大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断定了他的这个号码的这个 啊 啊 我们讲他的limit到哪里哦 所以就是 这边呢 我就是写8 50 到 949 OK所以就是这样哦 那么我们已经 啊 做了一个 我们讲一个总结这样哦 OK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这边太多号码那么我们就是要填啊 这个号码 哦 OK那么老师建议你是这样哦你可以一个个来看哦 比如说这个 142 那么这个就是 啊我们讲不用涂不用涂通常你就先打擦 那么打擦好让你方便 啊知道哪些要涂哪些不要涂因为你没有可能 涂完全不哦 OK 然后 你可能真的一个个来看啊不过那个 公司很多了因为这一页 应该是讲比较难一点了 所以呢 现在老师就啊我就 公布这个 答案了那么这个答案是这样哦 那么你这边的号码呢他是有 啊481啊 479 然后484 然后 475 然后483 然后这个红色的这边就是105哦 然后111 111 113 然后107 OK这样去到这个 724 那么652 然后735哦 然后749 681 702 然后到这个929 然后854 然后944 然后876 然后976 然后907哦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号码完全是在这边的里面哦 OK 所以你就 啊老三是建议你哦如果 没有涂到的你就画一个打槽 那么到最后呢你就会 啊看到这个号码那么老师现在 会去真正的活动本哦 OK 你最后涂的就是这样子哦 OK如果你现在这样看的话那么 啊 红色哦大概有涂到四个 OK我们先讲蓝色蓝色大概1234566个 那么红色就是1234个罢了 那么黄色的就是123456个 青色的就是12345个 所以你图完了过后你看看下图长的什么数目 OK一目了然哦 就是650 OK就是这样哦 那么这个 老实说真的会比较难了如果对二年级的学生来讲的话 这个是比较难了因为你太多号码要看了 那么如果你专心做的话可能 半小时都做不完 因为你要 要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OK那么 老师就引导你哦就是这样做 OK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在这边 啊 subscribe哦 那么这边你可以看有关系到video 那么在这个description下面呢你可以 按一些链接来看哦那么可能你可以下载app 或是下载答案哦 OK 就是这样谢谢大家